而除了另辟捷径 鼓励大家多多搭乘大众运输 减少开车 也是疏解五号国道塞车的办法 交通部跟县政府在今年的元旦 连续三天假期 推出大众运输优惠措施就明显的奏效 同期发现每天的小客车数量 平均减少了四千辆左右 而这项措施渴望在春节连续九天假期 继续来办理 根据县府相关单位的统计资料显示 今年元旦假期依然游客数小幅成长 小客车数量每天约减少四千辆 而搭乘大众运输的旅客则增加两千人 显然是元旦假期的大众运输优惠措施 达到一定的效果 因此县府将会和交通部研议 在春节九天廉假继续办理 第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这个周期跟高农部长记民 希望他继续支持我们在国土文书 或是剃楼文书加密班次 提供更优惠方案 必要的时候 我们政府要加码 要在农流春节九天来实施 第一个方面就是 宜道和宜控管控 他们现在在新控中心 现在我们元经典局也派一个转栏 新八市政府和交通部 参政经典局都派一个转栏 所以机动去调整那个 宜控的还有隧道的那个管制 会有效输掘 重要的这个路段的这种 这个叫做回堵 所以这个经验 我们在这次的便宜台会议当中 会有要求 有更沉默 县长林聪贤也建议交通部 尽速运用APP的下载程式 提供正确的即时路况资讯 给用路人参考 避免在塞车时段上路 有效分散车流 我们现在这个工具的工具很方便 现在就有专家在建议 这也算交通部的这个团队 NCC是一贯的 我们现在大家都在APP上下载 我现在这个时间起立 多一个路段 有什么样的路况 提供更精确的资讯 让所有的用路人 不要集中在同一个时段起立 分流这个方法 当然在吉兰关 我们平民道路跟我们管来的 这种台庄文殊的系统 我们也看到这个文量都成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加速 包括我们今年就要准备 在宜兰区来斥版U-Bike 所以大家来到宜兰 让它有卡 鼓励来坐公共文殊的方法 如果脑口 我想这个的事情 我们就继续来侵华 此外春节期间 县府也会协调 热门景点的乡镇公所 提出具体的交通疏导措施 以及足够的停车空间 方便游客 亚人新闻记者 Live先怎么不到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